主持人 善本于一词 一念慈悲 是众善的根源 主 本于一人 残忍 所以他 感造一切我 而没有估计 去人 行此 这是圣行 佛菩萨的 功德之所在 我们 师父 洗身 洗血 就要从这些地方 去做起 可是 什么叫慈悲 什么是残忍 初相 是行而易见 细相 就不容易 看清楚 了凡四信里面说得好 阿善 有真 有假 有偏 有远 他说的很多 可见的 像这些地方 威信的地方 那你没有智慈 没有学问 你就看不到了 那么在现前的学会 似是而非的 似 太多太多了 不胜 美举 我们要相信 自己的 眼光 相信自己的 看法 相信自己的 想法 往往 铸成 大过 无口挽回 我们看看 历史上的 这些人物 杀害 千万人 亿万人 你要追求 他的根本原因 就是他相信 他自己的 想法 相信他自己的 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几个人 相信自己的 看法 想法 让亿万人 受到灾害 造无量 无边的罪业 我们今天 没有他那样的 权力 没有他们那样的 地位 威势 可是在日常 生活当中 不知道 谨慎 不知道 求智慧 随着自己的 妄想 分别 执着 一样 造罪业 罪业的影响 我们哪里知道 所以 齐心 动念 业语造主 不能不谨慎 读书人 从前 读书人 以孔夫子 以孟夫子 为榜样 学佛 以本师 释迦牟尼佛 以佛的 十大弟子 为我们 修行的榜样 我们有一个 依靠 有个依归 那真一学才行 口头上 学佛 形式上 学佛 不是真正 用佛菩萨 这个模式 来塑造自己 这一生当中 就很不容易成就 充其量 是给佛 借个云而已 向我们 往昔 无量借来 生生世世 跟佛借缘 而没有成就 那我们再想想 那些成就的人 成就的人 有两种 一种 菩萨 实现 为一切众生 讲经说法 我们也非常 向往 但很难 做到 另一种 确确实实实 是当机中 那些人的成就 总不外乎 沉默 挂野 老实 老实修行 这个诸位 要仔细观察 我们的念佛堂 你看那个念佛 往生的人 往生是成就 而锐向西温 然后再想想 这个人的身心 尤其是往生 最近一两年的表现 我们可以能观察 我们能观察出来 凡是修行 有成就的人 损心损死 真的是 多事不如少事 少事不如五事 他心才清净 清净心 就是念佛三美 所以他功夫得利 妄想很多 杂念很多 废话很多 离在佛门里面 无论出家在家 修福而已 讲经说法 如果妄念还是多 妄想还是多 外缘还是多 也是世间有漏点佛堡 不是功德 注意一定要搞清楚 功德是清净心 你的妄想 一年比一年减少 一月比一月减少 这是功德 外缘也少 这是功德的样子 我们是凡夫 是初学 不是菩萨应识 菩萨应识 没有关系 他人家心地 清净平等 不落两边 这个心 我们功夫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要想在这身成就 那一定要靠自己智慧的选择 其决志里头 第一个是 则法 选择 选择对于自己 有力的 修学法门 选择对自己 修学有力的 生活环境 避免诱惑 避免困扰 希望这一生 不至于空过 那是真实智慧的人 真正有成就的人 自己要有这个心灭 决定要求佛菩萨加持 没有佛力加持 我们凡夫走到 我在过去 求学的那个时代 刚刚出来红阀的时代 困难重重 我一生都在受折磨 但是我愿意承受 我老师告诉我 这一生都是佛菩萨给我安排 所以 无论什么环境 我都落意接受 我在这个里头 磨练自己 把自己的烦恼 吸气 磨平了 磨掉了 才能对这一点成就 经不起考验 决定不能成就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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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